而以往政公所常常面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的窘境 而现在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基础建设工程补助经费 却又没有办法推动执行令人不解 正代表叶威琪就特别针对了建设客长 人士频繁更迭以及一人身兼多职影响专业的乱象 来执询痛批难怪阵阵建设都停滞不前 预理政公所以往碍于经费有限 地方建设难以推转 如今积极向上级单位争取到的工程补助经费 却又没办法顺利在年度内推动执行 不仅详情民众不解 正代表更是执询政公所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有延荡的事情 你看五十四件一员案 代表的案子九件 你们是不是看人在做事啊 我的就卡在两件了 为什么 看人做事吗 那目前因为我们的一员案跟建议案 像目前就是说我们这一位机师他是比较有经验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务都压在他的身上 我想这部分我们我们这个业劲力把它做到一个阶段 叶维奇谈开镇长蔡秋龙的实际报告 破坏出包括193县青年移住计划 预理曼国曼城镇的推动 幸福巴士计划 部落景观优化 乃至于部落小旅行等等的建设愿景直询 觉得未能有更具体执行作业进度 叶维奇同批证公所是对镇民打马虎眼相当不妥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在想你们一定会把胃瘤 一定会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 结果你们不是啊 好好的一个人 甚至有能力的一个人 到最后因着压力 因着什么原因而离开镇公所 那你们把我们所有民众所担心的 所要提案的所有的事情 我们全部是带最高养 面对镇公所建设客长仍是更迭频繁 对镇镇建设的熟悉度与专业度大打折扣 再者各客室职务分配 常常出现一人身兼多职的乱象 正代表叶维奇高度关注强烈质询 镇长建设愿景能否付诸执行 还是沦为直上谈兵 叶维奇表示还有的桥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